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说多想有一个好爸爸 你是我的 我的儿子 我是你的你的爸爸 我两天天见面可已经不是一山 我多想教你一生孩子 嘀嘡嘞 嘀嘞嘞 我要终点小曲 嘀嘞嘞嘞 嘀嘞嘞 说多想有一个好爸爸 我多想教你一生好儿子 好儿子 家教 你看看你的成绩单 这次开家长会脸都让你给丢尽了 简直是气死我了 你用屁股盖住亮红灯的成绩单 就不亮红 好了 亮亮不过是偶尔失误 下次用功点准能得第一 倒数第一 不会 上次老师还让她参加什么扑克比赛呢 不是扑克比赛 是奥林匹克数学赛 对 这说明亮亮很聪明 得了吧 那点聪明跟你一样 我俩一样 这次开家长会 咪咪妈妈 汪汪爸爸把家庭教师带来了 带什么家庭教师 带家庭教师干什么 更好的领会老师的意思吗 听完了可以更好的辅导孩子 家庭教师人家说挺假的 咪咪请了家教都在班上前十名了 所以我也想给亮亮请一个 好让亮亮的成绩飞快的提高 你们说怎么样 我才不要请什么假的家教 你给我住口 考试这么差 没有你说话的份 语气行假的家教还不如叫我来做家教 对 吉米来做家教一定最棒 叫你也想做家教 也不颠颠笨 我像亮亮那么大的时候可是全班第一名 还不知道怎么得来的 不如让吉米一边做终点老师一边做终点工 听着 对 我可不会涨你的工资 另外我还得有条件 免费家教你还有条件 谁知道你做家教合不合格 好吧 你的条件是什么 首先亮亮期末的考试成绩必须全在80分以上 不能用不正当的手段 我接受 你要注意 违反了条件 唯一的出路 吉米辞职走人 也不错 不花钱请一位家庭教师 你这么有把握 没问题 亮亮 要努力 今天是第一课 考完了 拿了好成绩就去给你妈妈看 去拿点香槟庆祝一下 好 庆祝一下 好 我去拿 我去拿 香槟来喽 来 你为你有幸成为家庭教师单杯 我会醉的 再来一杯没关系 和可乐差不多 为我以后拿好成绩干一杯 这品三杯为了我们的友谊 不行 我有些醉了 平时学习负担实在太重了 这就是你的作业 瞧你太粗心了 这题200减44怎么等于16 我来看看我的家庭 再看仔细一点 昨天被你害得酒精中毒 谁知道你这么不能喝 好在第二天就醒了 做作业 拿来给我看看 怎么 没有做 为什么作业不做 当然是不会做了 不会好好想想吗 你是个聪明孩子 要多动动脑筋 来吧 让我这个家庭教师来启发启发你 我肚子饿了 去拿点吃的 这道题还是有点难度 这个城 这个家 什么这个那个的 我听不懂 你帮我写下来 好的 写下来 不对 这不等于帮你做作业 应该自己做动脑子 你说的太快了 我记不住 我必须对你负责 可不能帮你做作业 是家庭教师 应该由你来完成 人家汪汪的作业也是由家庭教师提他做的 要不然老师怎么老夸奖他 是吗 当然 不过我要保密 好吧 下不为例 今天作业太难了 我替你做好算了 不过你得保证下次自己动脑筋 那当然 我的家庭教师 今天作文题目是难忘的一件事 快点写 快点写 明天要教的 电脑来了 一会我来检查 知道了 亮亮 写的怎么样了 要抓紧时间 我还没灵感 想写的事情都有点忘了 你想写点什么 上次你带我去海洋公园玩的那件事 你还记得吗 你坐在我的肩上撒了一泡尿 我如同进来热带雨林 印象不深了 应该再去深入生活一次 想深入生活 对 再去一次海洋公园 回味一下上次的乐趣 好吧 可时间拖得太长了 去完回来我马上写一篇很棒的作文 你的保证 作文一定会让你们满意的 走吧 今天可真紧张 累 下生活 把所有的展览都看了 有灵感了吗 是啊 作文选题有内容了 海豚真聪明 居然会表演 没错 好了 该写作文了 来喝水吧 进去写作文 这次热带很容易 几米 我想小编 憋不住了 几米 我腿疼 我帮你揉揉 哪里 这里 好点吗 大概刚才扭了一下 马上会好的 作文 你构思出来了吗 开头怎么写 今天天气非常晴朗 我和我的家教吉米来到了海洋公园 说得很好 继续 首先我们去看了海图 这可是你的作文 最近功课怎么样 妈妈 90分不错 有进步 吉米家教看起来挺称聚的 不过这作业是我 希望你们继续努力 争取拿个满分回来 这篇作文是吉米带我去海洋公园下生活以后才会写的这么好的 没想到吉米教孩子还真有一套 接住 你最近的成绩可真够那个的 不错 不错 你可要感谢我 哥们教你学习头懒的招数还管用吧 不错 你还有招吗 当然 我们可以配合一下 快教教我怎么配合 我会给你好处的 你要这样 好办法 快来踢球 来喽 亮亮 沙发套今天刚洗过 别弄脏了 该做功课了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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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 飞 亮亮 你在干什么 亮亮 你在做什么 亮亮 我在做作业 看我怎么收拾你 来 来 给我看看 怎么 又来这点小把戏骗人 不行 真疼 不是装的 亮亮 到底怎么回事 我和汪汪吃了不会生的羊肉串 不信你问汪汪 汪汪的电话 66266 怎么汪汪 你也肚子疼 亮亮 快来吃点药 我还要做作业 我来替你解决 亮亮 身体怎么样了 好多了 听金蜜说 昨晚你肚子疼 还坚持做完作业 要小心身体 亮亮 模拟考试时间快到了 要争取拿满分 妈妈 再见 再见 还说要拿什么满分 真是活见鬼了 成绩上都挂满了红灯 金蜜 你这家教是怎么做的 给亮亮请了你这样的家教 我的脸都让你给丢尽了 这次考试的作文是难忘的一件事 结果呢 你看看 上次作业做过的 那就照原来的再写一遍吗 金蜜写完我没看就交了 金蜜 当时你答应我的都没有实现 必须辞退你这家教 亮亮这样下去将来和你一样 不 不能走 不是金蜜的错 是我骗金蜜帮我写作文的 什么 以前作业满分都是假的 你们俩人合起来骗我 你马上给我走出这个家门 马上 一切都是我的错 我期末一定考个好成绩 别让金蜜走 好吧 再给一次 就一次 谢谢妈妈 妈妈 我保证用功 考个好成绩给你看 明天再用功 来 把牛奶喝了 日日一山进 黄河入海流 这么早就在用功 如果我再不用功 你会被妈妈赶走的 问题是你一定要用功 用好的方法来学习 来 我帮你一起温习 有问题 一定要来问我 这次我一定要考出好成绩 要不我会失去你的 亮亮成绩能上去吗 我看亮亮成绩已进步很快 这次亮亮读书可真用功 再也不调皮捣蛋了 是啊 也真辛苦你这家教了 亮亮这次如果考了好成绩 可以给我加工资吗 做梦 要不看在亮亮的面子上 我早就